就這樣走了 我們卻依然愛著 彼此披著真情的余晦 像星空傾訴盡頭 同在屋簷下的愛 淹沒所有的無難 黑暗綁綁放的笑容 可依然鮮花盛開 是 生開的 同在屋簷下的愛 人間真情的尷尬 是 明天的幸福不是嗎 讓我們擁抱 起來啊 媽 爸沒了 我是你唯一的親人 你兒子在哪兒 你就他在哪兒 我媽不願意去的地方 我也不去 不是不是兒子 媽能理解 你是不放心媽一個人回家 對不對啊 不是你怕什麼呀 那咱們那多好啊 媽要是有事兒 一出門一喊 全來了就跟一家人一樣 你放心吧好不好 媽 這是我的地盤 我說了算 不 媽 媽 媽 有你的地方才是家 媽 我今天去醫院復查了 醫生說我恢復得很好 是嗎 恭喜你了 謝謝 謝謝 明天是爸爸的生日 我以前呢 從來沒有想過給他各生日 壓根就沒往心上放 可是今年不一樣了 我想給他個驚喜 你也來吧 你對於我們來講 有很重要的意義 明天 明天 對啊 如果你能來的話 他一定會很高興的 我也會生難忘的 你和家瑋一起來吧 如果邱老師有夢的話 願意可以 明天我上班要上到挺晚的 去不了了 可以放在晚上的 下班以後 子萱 我真的去不了 你待我下班問好 阿滴 萱萱你幹嘛 阿滴 沒事寶貝 超到你了 你快睡 好 家伟在忙吗 是这样的 今天是子萱她爸爸生日 所以 所以我想去 我想你跟我一起去 子萱慢点啊 真好看 喂 老爸 我呢 和傻妞在您朋友开的那家 饭店里面 喝了一点小酒 我我现在有点喝多了 对开不了车了 您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啊 好的好的 辛苦了老爸 好 那我等着您啊 拜拜 好吗 好 但是很快就会到的 继续吧 好 好 小小小小小 我先到那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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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个花儿 你拿得比较合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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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好喝吗 一股中药味儿 好 不过为了一号 我认了 诺妮 你长大了 懂得为下一代着想了 我还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剩下一号 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学校联系得怎么样啊 下个星期就要走了 妈 嗯 我舍不得你跟你好 咱们不要情言放弃 有我呢 我和刘嫂 给你带孩子 爸 嗯 妈走了 你还这么年轻 如果有合适的 给自己找个伴吧 走着瞧吧 现在开始会为别人着想的 爸 爸 我来 我来 你去那儿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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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来 你去哪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你 汪婷 你也在这儿真好 十个月吧 是啊 爸 快许个愿吧 好 好 好 一起吹吧 今天趁着大家都在 我有一个决定想告诉你们 我想去派出所坦白自己做的一切 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做一个交代 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挺突然的 但其实我想这件事情已经想了很久了 之前没去是因为我害怕坐牢的时候 我的身体会受不了 但是现在医生说了 我呢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也应该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婉婷姐 以后爸爸就麻烦你多照顾我 子萱 你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都已经放弃起诉了 你干嘛还那么坚持 是啊 子萱 你用不了这样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家伟 我知道你跟婉天姐一样善良 但是我真的是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 我那个是犯罪 我得得到应有的惩罚 子萱 其实我都已经原谅你了 我如果不原谅你 我怎么会让婉婷给你捐身呢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过得好好的 希望你过上一个健康 积极 向上的日子 这正是婉婷救你的目的 家伟都已经不追究了 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爸 就是因为她不追究了 所以我也必须得这样做 其实不是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交代 是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捐身救你 是要让你明白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爱你的人 我希望 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 你不可以伤害自己 子萱 我说句老实话 我不但不怪你 我反而要感谢你 正是因为你 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善良的李婉婷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子萱 我们只希望你好好的 子萱啊 爸爸刚才许了一个愿 希望我的两个女儿快乐健康 就倒是你送给爸爸的一份生日礼物 打消这个念头吧 谢谢大家这么理解我 但是 我已经做好了决定了 我想 这是我人生新的开始 希望你们能够支持 理解我做的决定 谢谢你 爸爸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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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不冷啊 不会 该说的我们刚才都说了 既然子萱坚持要这样 我想我们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坐会儿吧 婷婷 你有没有想过要接纳李先生 你的意思是 要我认这个父亲 我想这是她梦寐以求的 关键是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老实说 我看到她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也不可能开口招要爸爸 即使我原谅她 那妈呢 你觉得我妈过得了她心里那个坎吗 如果我原谅她 我就觉得好像我背叛了我妈 都三十多年了 在我最需要父亲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出现过 现在忽然出现 要我开口喊她一声爸爸 家伟 你说这对我公平吗 对方安公平吗 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 只有你愿不愿意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是尽之尽责的 你这么想啊 如果没有这个李先生 咱妈这种事业性的女人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成功 如果没有李先生 咱们的宝贝儿子 可能已经被车撞了 就冲这两点 我觉得她不算我坏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也要我认了 认不认 看你的心情 看你的感受 只要你心里舒服就可以了 我想李先生或者咱妈 都希望你过得快乐 过得幸福 再说了 就算你多认了一个爸 也不会冲淡 你对咱妈的情感啊 比你说完 我心里好多了 走吧 上去吧 妈 还没睡呢 家伙到这么晚吗 对 今天挺忙的 我先去休息了 你是给李韩宇过生日去了吧 今天是她的生日 婷婷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爸 我之前答应过你 说 我不会原谅她的 不过 不过 我看她年纪大了 就想帮她过个生日 看她最近碰到的处境还挺难的 所以 我没有责怪你 我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妈 妈 说真的 我也挺矛盾的 看她这么可怜 就心想别跟她计较了 但是一想到妈 她之前这么可恶 耽误妈一辈子 我就不想原谅她 所以我才 算了 你不要因为我 而恨她 遵循内心的感受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但是不要瞒着我 妈妈知道你 从小没得到过父爱 但是你得到的爱并不少 比起李子萱来 你要幸福得多 妈妈看到你现在 这么懂事 我真的是很执着 既然你什么都得到了 那就由我们的爱 去包容那些 伤害过我们的人 妈 你真好 行了 快去休息去吧 对了 妈 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 今天在吃饭的时候 子萱说 她要去公安局 把事情交代清楚 即使是坐牢 她也无所谓 喂 喂 喂 陈姨 是我 子萱 我准备明天去自首 跟你说一声 希望你能够保重身体 那 那你要去派人所 那不就是 蹲监狱了吗 我知道您恨我 我也恨我自己 做了才能让我心弃 你自己身上的罪了 所以我决定了 陈姨 你把您解采太好太善良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回到过去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啊 行了 对不起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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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挂了 帽子 儿子 挂了 来来来来 刚才呀 子萱来电话 她要明天去派出所找那警察 说要自首 她跟你说了 刚来电话 妈 婉婷跟我说 明天她打算送子萱去派出所 妈 你也送送她吧 不 我送她 我说什么呀 不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 毕竟你跟子萱以前 关系那么好的 妈 她能够给你打电话 说明她心里头 还是挺在意你的 你说 我学问一想起以前哪 她把我骗得真是 团团团转哪 我也糊涂 我就跟着她呢 你看把婉婷伤害了 你看把龙龙给伤害了 妈 婉婷都不跟她计较了 咱们也打斗斗了 过去的事叫她过去吧 婉婷 这是我认识刘律师的电话 你可以问问她子萱的事情 也许根本就应不上 也许根本就应不上 说不定李寒宇 会给她女儿 找更好的律师呢 算了 算了 不用得上 妈 谢谢你 走了 路上 当心啊 要许 sugar 任何事 涼快 婉婷姐 我在进去前 婉婷可以帮帮你吗 姐姐 姐 要是我进去了以后 如果坐牢的话 你都要好好地照顾爸爸 妈 其实他心里面 一直都很在乎 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给爸爸一次原谅他的机会好了 不会的 你不会有事的话 陈怡 妈 你怎么来了 子萱 陈怡 对不起 我做了那么多伤害 你和伤害家伟的事情 天哪 原来我还来看我真的对不起陈怡 不说了 我也不怪你啊 你别去了 你跟我回去吧 来 走 陈怡 我也不确定了 子萱 以后做人做事 你一定动动脑子 用心啊 你要是对别人真诚 别人才能对你真诚 你别人才能对你啊 你疼得了 你疼得了 谢谢小春 谢谢 你要听话啊 听话啊 不哭了 子萱 我的错误 女儿 爸爸 我自己犯下的错误呢 应该由我自己来承担 以后啊 你呢 要对婉婷姐 比对我更好 因为我知道爸爸 其实心里边 一直很在乎婉婷姐 你不想看着爸爸 婉婷姐 我怕我会做的 你不会的 我不想看着爸爸 哭哭伶仃一个人 你不想看着爸爸 婉婷姐 能给她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子萱 不要为娘婉婷了 我 我不配 不配得到她的怨恋 我 更没资格当个好爸爸 今天 这么一人做事的苦 都是因为我 我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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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爸 你怎么了 你叫我什么 爸 你叫我爸 温婷 你叫我爸爸吗 是 爸 我不想我们都活在过去的仇恨里 我希望我们都开开心心 所以 我原谅你 温婷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对不起你 爸 你死了 我天 情依然要跑 不能对不起我 爸 洛妮 该走了 骗好了 带他出去透透气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大哥好生气 我会的 走吧 这么早就回去了 对啊 我昨天一天没休息嘛 今天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还想着呢 怎么还是一个人回去借酒消愁啊 要不我陪你喝两杯 你想多了 忙了一天太累 给听吧 好 再见 我一天太累了 你不想多了 你不想多了 我从来也不期 嘿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起 叹气更新 嘿 好 哦 MARIA 爸 爸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你 谁家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 他叫什么名字 罗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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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罗尼怀孕时候的照片 你看看吧 我看你 师母告诉我 她不想用孩子留住你 宁愿自己做个单亲妈妈 更不想你被迫留在她的身边 而心却给了别人 她误会我了 我的心从来就没有给过别人 我买一套新房吧 啊 为什么呀 是妈的意思 妈说把这套小的给卖了 用你的名字贷款 买套大一点的 有自己的名字比较实在 住得也舒服 太好了 待会儿回去啊 问一下我妈的意思 行啊 老婆 谢谢啊 谢什么啊 两个谢来谢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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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来了 家伟 家伟过来 快点 妈写的 妈写的 入土为安 坏事 我妈走了 怎么办啊 咱俩分头找 行 走 妈 妈 家伟 找到了 在小区呢 河边 妈 你这是干嘛呢 妈 你怎么来了呀 你要去哪儿啊 我不想打扰你们啊 我要走了 你们俩过挺好的 对不对啊 妈 你要是就这么回老家 我跟家伟肯定去找您 再说 您是不是 还不能接受我身喜欢 我当然接受 我可喜欢你了 我要对家伟好 我是怕你们俩嫌弃我 妈 我跟家伟怎么能嫌弃您呢 虽然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 但我们心还是在一块儿的 而且说真的 妈 妈 谢谢你 让我们的女儿 就往下我来救的 妈 妈 你这是干什么呀妈 我告诉你 你走哪儿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不是 不是我真要走 我想把你爸的骨灰 送到那个 咱们老家埋在那儿 添加的祖坟子也 对不对 他一向孤苦林多可怜呢在这儿 妈 你别这样 我告诉我跟家伟陪您去嘛 就是妈 你告诉我 我们把龙龙也带上啊 我跟婉婷陪着你 咱们一起回去好不好 对 让咱们相亲们都好好看看 您的亲孙子 好吧 那你答应我的保证 我保证 你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 算数 好 那我就不回去了 咱回家 喂 妈 儿子 你什么时候去巴黎 明天上午的航班 妈 你不会反对吧 孩子都有啊 我还能说什么呢 好好 你问问我 他要是愿意 我来给你们带孩子 谢谢妈 儿子 我想通了 新房子就不买了 那就是个形式 咱们住在一起 那才是真的 你想想啊 浓浓地上小学 中学 高中 大学研究生 还得 这个娶媳妇生孩子 都得需要钱 对吧 我说妈 龙龙这才几岁啊 你就想着 给她娶媳妇的事 那可不嘛 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老怪物 还教我一个成语 叫 与 谋 未雨绸谋 对对对 就是这意思 儿子 咱啥时候管家人 妈 后天 我想给婉婷一个惊喜 我想给她正式求婚 好啊 龙龙 看外婆的花插得怎么样 真漂亮 外婆看我的气球 快点大不大 太棒了 来 外婆帮你 嗯 什么呀 这个 教教我 套上啊 这几成套上去 妈 这洋葱啊 切得再细弹 记着啊 清淡 什么 清淡 发生了 谢谢 夏威 这些都是你不知道的 老婆 欢迎回家 你以前总是说我不够浪漫 所以我一直在等 等待一个特殊的日子 做一件浪漫的事情 让你可以重新回到我身边 今天 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 也是我们新生活的起点 十年前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爱上你了 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依然爱你 这些年我对你的爱 丝毫没有减少 我们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反而让我更加坚信 晚婷 我爱你 老婆 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 我要让你成为全世界 最幸福 最快乐的 张伟 我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了 我已经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了 老婆 我向你发誓 不管以后再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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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